《中國太平保險 鳳凰 全球連線 陸深圳》 台灣大選三方激戰已經塵埃落定 然而台灣政局的變化 卻在持續影響著兩岸關係 乃至台海的和平穩定 賴清德和蕭美琴的雙讀組合當選 會不會在以美謀讀之路上走得更遠 民進黨進入第三個四年的執政期 未來中美圍繞著台灣問題的角力 會不會進一步的弱化 與此同時 本屆台灣地區領導人大選的結果 也塑造了新的島內政治格局 在台灣過半選民希望政黨輪替的背景下 綠營僅以四成的得票率贏得選舉 藍綠白形成三足鼎立之時 在立法院扮演關鍵少數角色的民眾黨 將會對島內政局 耐致兩岸關係產生什麼影響 今晚《凤凰全球連線》在台北現場 台灣時政評論員張有化 國民黨前立委雷倩連線解讀 2024年的台海困局能否破解 魏曉璇的日中報導 如果知道故事的結局 你是否還會這樣選擇 2023年初 台灣九合一選舉余波仁村 民進黨慘敗 民心理散 台灣地區領導人蔡英文緊急換血 任命前副手陳建仁 籌組新內閣穩住真教 而國民黨延續版圖後 士氣大仗 黨主席朱立倫呼籲上下團結一心 一鼓作氣迎戰2024大選 蠢蠢欲動之際 畜目緩緩拉開 島內閣黨派拉開架勢 為2024選舉布局 5月 民進黨的賴清德 和民眾黨的柯文哲率先宣布入局 國民黨卻因鴻海集團創辦人 郭台銘的高調回歸 遲遲難下定論 直到月中宣布 正式徵召藍營最強母機 侯友宜參選 才得以大局出定 散足鼎立之勢日渐明浪 國民黨卻因遲遲難以整合 以及侯友宜低迷的民調烏雲彌步 大夢破碎的郭台銘抓住點點希望 與柯文哲深夜交心海誓山盟 這一切都讓藍營焦慮不已 喚侯論一度甚嚣沉上 為扭轉頹勢 侯陣營猛攻兩岸一踢 不但首度表態支持九二共識 更是請台灣前領導人馬 贏九的重要幕僚金普聰 再度出山做操盤手 欲爭取深藍選民支持 但未待效果顯現 郭台銘橫插一腳宣布獨立參選 綠營隔安關火在野陣營打成一團 四角都正式開戰 各方勢力此消彼掌 接下來的幾個月 國民黨一方面 立防郭台銘對黨內的分化 另一方面立出藍白合作 但作為關鍵少數的柯文哲 卻始終態度曖昧 從藍白河喊到藍白拖 兩黨擬來窩望多倫交手 始終在正負之爭上難做退讓 各自算計下 藍白中是在大選登記日前宣布破局 剩下的只有兄弟登山各自努力 倒數50天之際 郭台銘宣布退選 侯賴科各協副手登記參選 混沌不清的形勢終於明朗 藍綠白在最後的日子裡奔走造勢 相互廝殺 醜聞源源不斷 承諾口若懸和 待辯論落幕民調封關 三方近身肉搏 在大選前的最後一個超級星期天 兵榮相見 在選前之夜背水一戰 1月13日 2024台灣大選結果出爐 民進黨獲得超過558萬票勝出 柯文哲 侯友宜宣布敗選 未能完成政黨問題 我讓大家失望了 但相比2020年的雙輸 國民黨在同時出爐的 2024台灣立委選舉中 險勝拿下52席 成為立法院最大黨 嘲笑也大 忠誠定局 國台辦發言人表示 這次台灣地區的 兩項選舉結果顯示 民進黨並不能代表 島內逐流民意 也改變不了兩岸關係的 基本格局和發展方向 大選落幕後 美國隨即派出非官方代表團放臺 拜會各政黨主要人物 背後目的不言自明 而即去年年初 中美洲國家洪多拉斯 拋出火把 與台灣斷絕所謂外交關係後 太平洋島國腦魯也於15號 閃電宣布 與台灣斷絕官方往來 骨牌效應愈演愈烈 再次來到十字路口 台灣會怎樣選擇 歷史重演 綠營勝選繼續執政 台灣會走向何方 嘲笑也大 國民黨成立法院最大黨 紛爭已註定 暗流湧動 大選落幕 新生態如何重塑戀安關係 戰爭還是和平 和八年前上台的蔡英文相比 賴清德的台獨理念 可謂是有過之而無不及 戀安關係的現狀 和八年前相比 也發生了天翻覆地的變化 我們首先請教一下 雷倩女士了 都說歷史是一面鏡子 那麼賴清德的上台 會是蔡英文的 鏡像翻版嗎 您怎麼來比較這兩個人 當選和執政 他們的相同點和不同點 賴清德在她每一個政治生涯中間 都顯現出 比蔡英文更為一意孤行的態度 譬如說她在台南市長任內 就因為不願意被市議會質詢 長達半年多 整個市政府都不進議會 完全不受民意的監督 也在她曾經作為行政部門的負責人的時候 說她自己是務實的台獨工作者 這兩點的特點呢 都是在蔡英文的歷史和她的從政善行中間沒有見過的 因此在蔡英文當選之後 中國大陸給了她一定的時間 我認為賴清德絕對沒有任何的蜜月期 因為她的歷史以及她的經歷都告訴我們 她往中間挪移的機會非常的微小 而堅持她自己路線的機會是絕大 確實 賴清德自稱是務實的台獨工作者 而她的副手蕭美琴也是被國台辦 兩度點零加碼制裁的台獨頑固分子 張悅華先生 這樣的雙獨組合現在在台灣聯手執政 這對於兩岸關係意味著什麼 這對兩岸關係意味著五件事 第一個 中國大陸已經對 蕭美琴跟賴清德死了心 就換句話說 未來的軍事威懾的力量只會加大 第二個 兩岸經貿的往來 確確地說好 確確地說 可以這樣講就如同ECFA一樣 中國大陸會以貿易壁壘障礙的名義 可以逐漸 逐漸的逐漸的 壓縮台灣的經貿體系 這第二個 那第三個政治上面是不可能談的 就是說 中國大陸絕對不會跟賴清德談 除非賴清德做出善意 廢除台獨黨綱 然後回歸到九二共識的正軌 或者在重要的職位上面 像好比說是陸委會軍情首長 能夠提出善意 否則政治對話是完全中斷 那第四個 中國大陸只會更加壓縮台灣的空間 那這個空間 不管是台灣的邦交國也好 或者對於一中政策的堅持也好 就要看賴清德怎麼應付 這是第四個 第五個 那我覺得比較重要 就是戰爭跟和平的選擇 你和平慢慢的脫軌 戰爭慢慢的接軌 就要看賴清德未來在兩年以內 他會做出一個什麼樣的兩岸政策 這個是中國大陸正在觀察的 誠如我的朋友包道格先生 曾經講過一句話 最近講的 他就講 他說兩岸既然對話中斷 美國不妨做一個傳話者 就是說他的提議顯然 對台灣是有一個決定性的影響 那是什麼 美中兩國共管台海局勢 不是發生擦槍走火 或兵容相見的地步 民進黨現在進入到了 第三個四年的任期 兩岸的關係可能會出現更多的不確定性 雷遷女士 大陸在口頭表態之後 可能還會有什麼樣的反制措施 您又如何來評估這種反制的力度 事實上我認為中國大陸在這一次選舉之前就已經積極地把貿易壁壘調查 以及ECFA做了明確的表態 並且更積極地宣布有關 敏台融合示範區的各種作為 就已經表示大陸會把兩岸關係牢牢的主動權掌握在自己的手裡 甚至會跟美國 同張友華先生所講的 問題是和平統一的這條路線 如果還沒有走到最後不可能的鏡頭 那麼中國大陸對於台灣的民眾 老百姓至少目前在國台辦所接觸的立場 還是希望兩岸能夠有智慧有能力自己解決自己的問題 用和平的方式來完成民族的統一 因此它可以使用的有許多的經濟金融 甚至在某種程度上面的灰色地帶的軍事行動 都是可能的 而這些可能主要是要讓賴清德明白 中國大陸所講的並不是只是空話而已 而是會有實際的行為作為它背後的基礎 另外對於賴清德所講的 也就是說即便他會廢除這個台獨黨綱 或者是退出新潮流 對於他所做的事情 我也認為中國大陸會用更為謹慎的方式 既聽其言 更觀其行 用更謹慎的方式來看這一位 長期以來堅決主張台獨的賴清德 以及他的副手蕭美琴 那張永華先生您覺得未來的四年 大陸對民進黨執政的反制措施 以及反應的力度將取決於什麼要素 它還是取決於三個了 第一個就是軍事 除了灰色地帶以外 那更重要的會不會讓台海內海化 這個是大家可以觀察的指標 就是說至少我台海內海化 對於台灣施加所謂的軍事威懾的壓力 看賴清德能不能承受 這是第一個 那第二個就政治上面來講的話 美國會跟中國大陸加強各項的安全對話 軍事對話 安全對話 還有戰爭對話 美國會加強 這是哈德利來 這一次史坦伯格來 都是正面的傳達這個訊息 就是說 賴清德要延續蔡英文的政策路線 是不回避 不挑釁 好 不回避跟不挑釁 這兩項他必須他要做到 換句話說 賴清德極有可能將兩岸的主導權 完全交給美國 就是說 哈德利來也好 史坦伯格來也好 他們一直跟賴清德強調 所謂堅持蔡英文的路線 那是什麼意思 就是不回避 你不挑釁 還有一個不意外 三部政策 就是說賴清德必須要做到這三部政策 美國才有可能支持他 只要這三部政策 有一個出了問題的話 賴清德就要負責 這個是政治 那第三個 就是說 美國對於2578號的一個解釋文 羅森伯格已經打開了潘朵拉的盒子 就是要看賴清德接不接受 這個是大家比較忽略的部分 張有華先生提到一個非常關鍵的問題 就是賴清德 美國執政以後會把台海問題的話語權完全交給美國 還是會體現出更多的獨立性 雷倪倩女士 我們知道在台灣大選之前呢 中美其實中美的高級官員進行過多輪的對話 台灣問題是其中的非常重要的議題 那您認為未來中美在台灣問題上的博弈 會有哪些新的動向 如果真如張有華先生剛剛所說的話 台灣把所有的主動權交給美國 那麼就會變成是中美兩個軍武大國也是核大國的對撞 因為中國大陸講得非常清楚 台灣問題是中國的內部問題 那麼事實上不容許所有的任何的外國勢力的干涉 那如果美國成為了台灣對話的這一方的話呢 那自然就會是兩邊直接的對壘 我想目前看起來這個機會是比較渺茫 因為現在美國會極力的避免有兩個核大國能夠直接 可能會直接對壘的任何的可能性 因此我認為目前對於台灣來講 可能最好的消息是朝鮮半島的情況變為嚴重 那朝鮮半島呢 韓國跟朝鮮都各自是代理人 所以沒有直接對壘的可能性 那麼但是我覺得更重要的一點是 美國雖然有很多的政治人物到台灣來穿梭 但是美軍在台灣的佈局卻是緊鑼密鼓 如果你無論是在台灣內湖地區 或者是在幾個重要的軍事設施附近呢 都可以看到有更大規模的 或者是人數更正眾多的美軍在當地 並且據我所瞭解他們也在不同的情況之下呢 跟台軍有更多更密切的聯絡 而且對於未來弱勢發生戰爭的時候 有一些必要性的佈局也在開始展開討論 因此我認為美國對於台灣最大的危險 是美國在台灣有更大的軍事存在 也在台灣有更大的軍事影響力 如果沒有更大的軍事存在跟軍事影響力的話 那麼兩岸還是有機會用對話的方式 和平解決兩岸的問題 說到美軍在台灣的軍事佈局 請教一下張有化一些事 我們知道在台灣大選的前一天 美日的高級外交官在華盛頓達成了一致 就是兩國未來會在處理中國問題 包括兩岸關係方面進行密切的合作 那您認為美日未來對於台灣問題的介入 會出現什麼樣的新的動態 各位要知道 賴清德勝選的第二天 賴清德勝選的第二天是接見了日本的訪問團 因為日本訪問團裡面有我一兩個朋友 我事後我問了他 我說日本為什麼在這個時候派代表團來 他是說應美國政府之情 因為第一個是朝鮮的問題 那第二個就是台灣的問題 所以美國是希望日本先來試探台灣的態度 所以他們見了誰 見了賴清德跟蔡英文 見了蔡英文當然是向他恭賀而已 但是見了賴清德 我記得他們講的第一句話 未來兩岸的關係 跟未來東北亞的和平 台灣應該要做什麼 那這些都是新聞上沒有的 因為第一個就是日本代表團 古武代表團 還有大橋光夫 他們就會見了賴清德 這個是過去很少見的 見完了第二天 日本的代表團14號就到了台灣 不 美國的代表團14號就到了台灣 那各位要知道哈德利也好 史坦伯格也好 對於東亞的局勢是非常的了解 他們也表達了他的關切之意 不會讓賴清德有模糊的空間 所以我們仔細看 美國跟日本這兩個代表團 都是13號14號就 不14號15號見了賴清德 各位就可以看得出來 美日代表團來必然是日本跟美國 在那邊會談所謂東北亞和平 然後日本他應該承擔的責任 還有台灣應該扮演的角色 應該都已經講得清清楚楚 所以我們從這個角度你來看 現在賴清德沒有就任前 中國大陸也好 美國也不會對他施壓 可是真正的關鍵是520 他的態度已經不能夠再像蔡英文一樣 用迴避的方式 或者用委婉的方式來回應兩岸關係 這個時候美國 日本 中國大陸都要看 你520的就職報告 你的明確的態度那是什麼 才能夠決定下一步的動作 稍後回來我們來聊一聊 這一次的台灣地區領導人選舉 所形成的新的政治版圖 將會如何進一步的影響島內局勢 稍後見 2024台灣地區領導人選舉 重新塑造了台灣的 政治版圖 也給未來的台灣證據 帶來了更多的不確定性 首先請教一下張永華先生 這次選舉的結果 民進黨雖然勝選了 但是失去了在立法院的多數席位 藍綠之間形成了五五開的對決的架構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柯文哲他所帶領的民眾黨 作為關鍵少數 會在未來的台灣證據當中 發揮什麼樣的作用 我從1985年 跑台灣的立法單位 從1985年看到現在 事實上柯文哲說 所要扮演的少數關鍵 確確地說 在兩大黨的壓力之下 他這個關鍵少數 靠不住 不靠譜 為什麼不靠譜 各位要理解到 柯文哲的八席裡面 你仔細去算他的人數 幾個親國民黨 幾個親民進黨 然後幾個親柯文哲 柯文哲直接掌握了只有五票 那其他三票都是自走炮 那這些自走炮裡面 好幾乎都是跟綠營 有千絲萬縷的關係 這邊那我透露一點 就是說 當選舉結束以後 奉賴清德的命令 民進黨有三條秘密管道 去跟柯文哲對話 那柯文哲是斷絕了 跟國民黨之間的對話 這三條秘密管道 第一條是柯文哲 第二條 抱歉 第一條是游錫坤 第二條是卓隆泰 還有賴曾經擔任過 賴清德辦公室主任的 直接可以跟柯文哲對話 那換句話說 他要扮演所謂的關鍵少數 這種關鍵少數 究竟是幫民進黨多 還是國民黨多 我的看法是 他幫民進黨的會比較多 柯文哲自己講 他是墨律 那第二個 他又講 他兩次台北市長 是他自己講的 兩次台北市長 如果不是民進黨的暗住的話 他老早就被國民黨幹掉了 你從柯文哲 談話的這個訊息裡面 你就可以知道 他想要扮演關鍵的少數 是除非國民黨放權讓利放的更多 諷则的話 他未來合作的對象 應該會向資源比較多的民進黨 雷倩女士 說到柯文哲 從選票上看 柯文哲這一次的表現 確實出乎了很多人的意料之外 而且經過這一次 藍綠 白呢 三度鼎立的格局 應該說初步的形成了 你認為未來的台灣證據 會真的形成藍綠 白 三分天下的局面嗎 這次與其說是 柯文哲召喚了年輕選民 不如說年輕選民 揚起了綠營 不願意去藍營 因此他們選擇了柯文哲 如果從這個角度來看的話 柯文哲的這股勢力是 是藍營當初想要操作棄保 絕對沒有可能呼召回來的 因此這一股力量呢 今天不是柯文哲 也會有另外一個柯文哲 成為他們所選舉的這個對象 我想補充說一下 他未來的政治影響 白營的八席 在現在立法院的八個委員會裡面 可以完整地涵蓋了 八個監督行政部會的委員會 其中呢 黃珊珊跟黃國昌 各自會在法治司法 跟財政委員會裡面 扮演重要的角色 如果在政黨合作的前提之下 他們甚至有可能 選任為召集委員 召集委員有排案子的權利 也有去請部會 到立法院來備詢的權利 所以召集委員 有一定程度的監督能力 接著就是在預算的時候呢 這八人如果能夠成為 一個非常齐心的團隊 可以根據民進黨 所提出來的預算做非常明確的監督 並且提預算的修正案 刪減預算 最後一個就是在我們的制度裡頭 經過了委員會以後的議案 如果有不能夠解決的 差異的時候 是由一個叫做協商法制化之後的 朝野協商機制來處理 這個機制是不管你有多少席 五十幾席的國民黨是一票 五十幾席的民進黨是一票 八席的民眾黨也是一票 就是一個政黨是一票 必須要在這個朝野協商中間 得到共識以後才能到院會去 如果朝野協商不能得到共識的話 就要進入第二輪的談判跟處理 所以你可以看出來固然席子只有八席 但是他們能夠完整的去涵蓋 八個重要的部會的監督的委員會 並且可能取得招委 在藍綠都會對他們禮讓的情況之下 取得各一席的招委 因為每個委員會有三個招委 那麼並且在朝野協商的時候 可以把他們的選票放大到 與民進黨跟國民黨同等的位置 就是各黨各一票 因此這個力量呢 將來也會在下一次的地方諸侯的選舉 就是縣市首長的選舉中間 推出他們的候選人 現在最明確的就是黃國昌 已經開始佈局新北市 所以我想這個力量 既然是年輕選民所支持的力量 那麼未來它的 未來的這個續航力呢 應該還是有一段時候的 謝謝雷田女士和趙有化先生 鳳凰全球連線 明天見 謝謝雷田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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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